世界上各种长途迁徙动物中 北极燕鸥是无可非议的冠军 这只燕鸥飞越地球两极,行程长达一万九千多公里 及时赶到了正在解冻的北极 长途迁徙来到这午夜太阳之地的燕鸥并不仅仅是他这一只 他跟他的终身伴侣过了几个月牛郎织女般的苦日子后 现在又幸福团圆了 熊燕鸥以好吃的鱼为厚礼 重申并加深了浪漫情缘 时间紧迫 在北极的短暂夏日结束之前 必须得争分夺秒 抚养繁殖 忠诚的伴侣终于定基下来了 并开始住窝产暖 他们勇敢地守护着新的家园 再大的入侵者也不怕 虽然义工难守 但刚辅出的小燕鸥被巧妙地掩饰起来 并备受爸爸妈妈的保护 忠厚勤劳的这对情侣 在没有黑天的二十四小时里 忙碌不停 整天整夜都忙着着小鱼 喂养贪食的小燕鸥 远北的海域 鱼虾如此众多 喂的小燕鸥长得飞快 到了八月 白天逐渐变暖 气温开始下降 小燕鸥得长得足够健壮 才能飞 公安的爸爸妈妈 哄着小燕鸥 展开双翅 让他靠上升的暖气流 缓缓起飞 当冰雪再次铺盖大地 燕鸥飞过了冰凤的大海 世上最漫长的天气就开始了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 他们将面临着重重的阻碍和风险 他们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康明思动力 凤凰冲击波 唯唯特约之 小利看世界